崔老师每次看到敦煌郁冲冲的绿 还有盛开的花 内心里有没有一份感动 看到敦煌的这种风貌吧 能够想起我外公那时候的艰难 因为确实那个时代条件非常艰苦 我外公每年都要种一部分树在里边 一年一年的这个过程 就像年轮一样 把这个敦煌研究院的周围 及包括墨高窟的周围 很多的地方都一点点建立起来了 这种小的绿洲 这种感觉应该说从我的角度来说 是非常感动和钦佩的 我爸爸给他提了个字 叫勤奋 你面对这样的困难 那样的困难 你都要勤奋 要坚持下去 我现在也是这样 非常面对 在敦煌的这些年 对您来说一定是非常难忘的吧 童子宫是在灯黄形成的 根据大人一块领摩 是我一生最重要的基础 当年出生在法国里昂的小女孩 跟随父亲在千年艺术圣殿 一笔一画地慢慢练就 艺术童子宫 这朵原本应该盛开在法国的花 成长为扎根大漠的 敦煌之花 不仅如此 长沙纳更将敦煌之美带出沙漠 从景泰兰的设计 到新中国第一块丝巾锅里 从人民大会堂等十大建筑的装饰设计 到香港特别行政区里 永远盛开的紫金花 敦煌的美 随着长沙纳手中画笔 一朵朵盛开在世人眼前 我们看到许多长老师您的作品 融入了许多敦煌的元素 这是您父亲的意思吗 他的一辈子的心就是敦煌 我呢这一辈子的文脉 跟敦煌分不开 我父亲呢也经常提示我 他就给我写了个条 沙纳你别忘了你是灯煌人 他另外要把灯煌的东西 渗透一下的时候了 他老提示我 完了来来去去 大概有一百多封信了 我父亲的跟我的联络还很亲切 我一辈子是很听他的话 也学习他 父亲的八十多岁的时候 他摔了一跤 摔了一跤就身体就差了 段小平同志就提出来 要给老先生有一个安度晚年的地方 让他到北京来 但是他住在那里 他说这不是我的家 我将来还要灯煌